香港抗議者正計劃連續第24個週末舉行民主集會 包括週日在市內的大型購物中心舉行抗議活動 抗議者還呼籲週一舉行大罷工 並且要求公眾封鎖公共交通工具 這些呼籲在過去未有成功 週末活動從週六紀念帕琳牆倒塌30週年 以及支持烈士集會開始 警方批准在天馬公園舉行聚會 這是最近幾個星期以來罕見獲得批准的抗議活動之日 支持烈士集會的燭光守夜 真是哀悼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周梓樂 週一凌晨 他在一次集會當中從高空墜落後 週五被證實死亡 這個消息當日迅速上升為街頭火力 最主要是想找到真相 究竟他是死究竟是甚麼導致 是否真的警察有些失誤或者阻礙一些救援 令到最後失救死亡 我覺得香港人需要找回真相 為周梓樂玩花的公道 抗議者與警察互不退讓 香港警方在週六早上發表聲明說 警方開過槍 警告他們所稱大批攜帶進攻性武器的暴徒 後者星期五晚間 是向司徒清除九龍區街道路障的人員扔磚頭 聲明當中還表示 警員的生命是受到嚴重的威脅 有分析說 周梓樂星期五在醫院死亡的 可能會激起了對警察的憤怒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會否升級 就好看政府取出一個怎樣的政策和態度 譬如如果他繼續加緊收緊的政策 或者可能捉更加多人 我覺得是有機會會刺激時期更加升級 星期一抗議者被警察驅散的時候 22歲的周梓樂從停車場的三樓是跌落二樓 然於至星期五是去世 這首詩歌也成為我們的討告 在今晚的手機裡面的場上 你要討告 所以我們呼求你 剛才很多人 我們的朋友被捕捉了 700人他們 是學生學生學生 希望世界各地的人 可以與香港 特別是因為我們已經受到 人生的危機 所以我們有隊伍 為香港人與香港人 程車 公開 感谢观看